這次比較新的賣點 就是大家很重視安全 我們來測試一下 什麼叫做PKSB 如果前方有障礙物的話 到底靈不靈敏了 Eddy哥我們來試他一次囉 專業示範請勿模仿 我們現在為了測試 我們是在密閉空間 然後帶上安全帶 接下來我們要測試什麼 就是這次Sienta的頂級配備 有配備一個PKSB 就是防碰撞的輔助系統 它的作用是在你低速前進 我們往前或者是倒車的時候 它會偵測有沒有障礙物 它會自動停止 那我們現在設定的是在要起步 前方有個障礙物的時候 你會有時候會踩錯 就是誤踩油門 那這個時候 它就會啟動一個Sensor 就會幫我們積極擦車 好我來注意Eddy哥的腳 我們就是油門直接給他 微前進 好 微前進放鬆 你不踩 哇 嚇死我了 你不踩 哇 嚇死我了 你都不踩煞車 對 這是一個電子系統的 夾緊上車的聲音 所以這樣子就安全的防腐 我們在往前的時候 我們踩錯 但是往前也沒有什麼特別厲害的 往前有一個人 但是往後也是一樣這個功能 好 所以我們這時候要打開往後 我們先看這個地方 它有這個環景倒車的顯影 所以我們可以比較安心 在倒車的時候 可以清楚的看到車子周邊的狀況 我們也看到車子的後方 其實已經放了一個障礙物囉 我們跟剛剛一樣 用倒車倒檔過去 對 沒錯 預期是會停止 我們來試試看 好緊張 我不知道會不會 好 來 我們出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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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聽住了 聽住了 就是把碟盤夾緊 所以這樣子也是一個安全的輔助 就是年長的人 或者是開車經驗比較缺乏的人 都可以在這個配備上 得到一個很好的保護 就坦白講 其實它有很明顯的直接介入 它有個大的警視音提醒說 你怎麼沒有人注意它了 是 但是通常人家對警視音的反應 常常會踩錯 有時候你會踩油門 有時候你會踩上車 你不知道踩哪裡 因為警視音而更慌張 對 所以這個時候這一套PKSB系統 就可以作為安全的防護 幫你踩剎車 所以剛剛Eddie哥其實就是油門 然後就出去了 如果你質疑還要往前 你就看到障礙物 你還給它踩錯 它就直接幫你接入 後退的狀況一模一樣 也是一樣 所以其實在安全上 其實可以降低到很多的 可能人為的 小小的意外 是 沒注意的意外 其實這樣現在新的這個 汽車新的科技 解決很多用車可能發生的意外 對不對 各位跨界小營家們 大家好 喜歡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嗎 喜歡的話趕快幫我們留言 按讚 你還想看什麼樣更多的車款 邀請什麼樣的來賓 你要留言告訴我們喔 最重要的是呢 幫我們按下訂閱鈕 然後呢 多多幫我們開啟小鈴鐺 分享出去 那也可以隨時接收到最新的通知 更多影片都在這裡 記得要鎖定喔